Mandy Mandy在今年3月迎來寶貝兒子小初一的誕生 生產休養不到2個月她就馬上復工 但經過家庭的工作的同時 她也忍不住在9日凌晨發文坦言 C度過了非常累的一週 這禮拜的總共睡眠時間不到24小時 完成了很多工作 也還是在持續釐清人生 Candy坦言這禮拜自己忍住小哭了兩次 還大哭五次 因為覺得世界失去了這個那個 也意識到自己心裡有空缺的部分 她表示自己這一週過得非常忙碌 也讓她忍不住感嘆 活著應該就是現在最重要的任務了 肯定在最後和自己喊話表示 真的不能再這麼這麼累了 貼文一出粉絲也紛紛留言 要Candy記得休息 不要累壞啦 嘢 會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